俄罗斯媒体针对美军无法阻止胡塞武装的原因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暴露了美军的弱点 但是对美国的弱点他们还是认知不太清晰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米财虎 我是虎妞 最近俄罗斯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压抑状态 美国为何无法对付胡塞武装 分析了一下当前美军为什么无法阻止胡塞武装发动导弹袭襲金 俄罗斯媒体从军事角度上找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防空系统非常难以奏效 美军的主要防空力量是配备给阿里伯克去主舰的周斯顿防空系统 这玩意儿拿来打小型飞行设备并不合适 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主要就是太贵了 此外美军使用的防空导弹相对于无人机有点太大了 在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很有可能无法命中 当然如果是单舰进行区域防空拒止的话 驱逐舰对付这些小型武器设备不成问题 周斯顿驱逐舰上面配备的舰炮和密集阵 都是打这些小玩意儿的好手 但是这些东西的射程只能覆盖军舰周围 无法提供大范围的防空保护赛 而美国人需要给过往商船提供保护 这就导致传统的应对无人机和导弹的有效方式 全都没法使用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护航舰队的数量 只不过美国人现在做不到这点 拿不出来那么庞大的舰队 第二个原因是打击目标不宜确定 除了被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 主动发现对方的导弹和无人机 发射装置和起降平台 然后对其摧毁削弱对方进行的攻击能力 然而如果想要发现目标 那么就需要使用侦察机长时间侦察 或者是用卫星对野门全境进行24小时监控 但是野门使用的攻击方式都过于小型化 甚至是轻型化了 一个小分队都可以轻松完成反舰导弹 和无人机的发射准备工作 此外胡赛武装作为革命卫队的土地 也精通挖地道的技术 很多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都藏在地道里面 监控根本无法发现 只有发射的一瞬间才会暴露自己 而这些地下发射装置非常容易挖掘 这就导致胡赛方面的导弹和无人机部队 宛如角途三窟 防部胜防 还是那句话 除非美国人加大兵力 进行离庭扫穴的行动 不然不要妄想消灭他们 所以从防守端到进攻端 美国人都不占优势 只能放任胡赛的袭击 但即使美国人能解决俄罗斯人所提出的问题 对局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就算是不用导弹和无人机发泄袭击 胡赛 哈马斯 真主党 伊拉克民兵 伊朗革命卫队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美国 因为最根本的事情 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其实都没有意识到 这场战争本质上 是中东人民掀起的一场生存之战 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自己的武力压迫 当地人的生存环境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这些才是美国人无法对付胡赛的根本原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人在中东打治安战 反恐反了那么多年 拉登都杀了 结果中东还是越反越恐 那些民兵可没有导弹跟无人机 这不照样在最近几年 把美军压得走不出军事基地 所以我才说 就是美国人有了更好的防空系统 和更精确的打击手段 也搞不定胡赛武装 胡赛本质上和伊拉克民兵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 其实就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想要消灭哈马斯和胡赛武装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让中国人来做 甚至不需要花费一兵一足 首先 第一步排遣医疗救援队 对当地民众提供无偿医疗服务 第二步进行食物援助 对当地进行严检地淡化改造 投资建设 海水淡化工厂 解决当地人民的饮水和吃饭问题 第三步则是援助样板间 派遣施工队 帮助他们重建城市 第四步则是为当地提供教育 投资各种学校 第五步进行经贸合作 进口当地特产 输出中国的日用品 第六步 到这里也就不需要第六步了 别管是胡赛还是哈马斯 到了第六步就已经差不多该结散了 有了美国人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做对比 我就不信他们能撑到第六步 更何况 哈马斯刚刚建立的时候 人家就是一个搞援助的慈善组织 美国和以色列不干人事 才是让中东到处都是恐怖组织的核心原因之一 哪怕是俄罗斯人 也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没有看到其中的本质 对比 谢谢观看